印度的iPhone大概 最多只能在印度賣 事實上中華大陸大概 iPhone在全球大概占14% 印度只有5% 我們就祝福他可以賣多一點在印度 因為這個同樣是富士康 富士康自己最清楚 就是Man in China跟Man in India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大家不想要買 他只是不好講而已 庫克自己說了 那他就說什麼呢 我們手機還是賣得很好 你們中國大陸前五款手機當中 四起還是我們iPhone 說比i14還好 但是蘋果還有一個消息說什麼 說在中國大陸賣的iPhone手機 都是Man in China的 他還特別講 因為他 他也去國會聽證 那美國國會你也知道 那個沒有水準的議員一大堆 他們就懷疑中國是不是在制裁蘋果 沒有啊 那庫克就跟國會說沒有 那他又跑到中國來說 保證在中國賣的都是Man in China這樣 事實上他降比也沒什麼不對 因為他可能在中國賣的會越來越少 為什麼 不是啊 因為華為重來了 又回來了 那華為事實上這個 不是只有 他會有很多款手機 對啊 他本來就有各式各樣 然後他這個研發也不是只針對手機 是是是 整個的 他是整個的 因為我今天還看到一個新聞說 搞不好光科基華為也有投入 光科基 這個我沒有辦法證實 因為還沒有這個消息聽到 對 可是就是 因為他買了很多DVV嘛 對 那就是他跟這個上海維電池 還有中芯國際 事實上彼此之間都有派工程師 去註點 去做協助 所以我覺得中國政府現在大概已經 鐵了心 就是說他要找比較可靠的企業 做合作 華為當然可靠 對 就是說 他不要再這樣大撒什麼 什麼什麼 晶片基金那一種的 因為你也知道很多公司都出問題嘛 所以他就是 反正就找一家比較靠譜的 那就由他們來生產這樣 對 所以我估計華為應該 不管是 跟政府的協作 還有他投入的方方面面 在市場的一些比較好的回應 那明年應該就是他 他會有一個大躍進的年 大躍進 幾乎是確定的 手機是最明顯的 對不對 錢袋子 對啊 那蘋果 我認為他當然不會像三星那麼慘 因為蘋果畢竟他的OS跟人家不一樣 對 他自己獨立 所以你如果習慣用 那你要掙脫 有些人還真的是 會不適應 那因為你知道三星也是安卓 他取代性高 安卓一下就被人家打敗了 對 因為人家做得比你好 對不對 不過我認為中國大陸 確實有可能逐漸下降 你說蘋果在中國大陸的 佔全球市占率 佔全球 對 中國佔全球市占率 OK 因為現在大概還有14左右 是 那可能會逐漸下降 OK 那在蘋果的部分 中國為什麼說 中國市場賣不動了 業績也下滑 我想問一下蔡委員 因為雙11來了 然後就被發現京東的自營店 i15 最高領券可以拿到801塊的優惠 那跟去年相比的話 i14大概減550元左右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今年優惠更多了 然後美國現在 拜登又簽署了 AI管制的禁令等等的 然後另外再來看到是 光科技的部分 現在ASMO的 中國區的總裁 沈坡就說 內地對於成熟製程需求 好旺啊 要把欠中國的賬 趕快補一補 然後他這次也要來參加 禁博會 說還沒有執行的訂單 大概350億的歐元 然後很多是2021跟2022年下的單 而且很多來自中國大陸 他也提到了 中國大陸有近1400台的 ASMO的光科技 然後呢 這個整體銷售比呢 中國大陸的市場 佔了46%左右 但是呢 美國打壓AI嘛 像是NVIDIA 就可能呢 被迫取消了50億的訂單 阿里巴巴自己也跳動 百度等等這些 訂單可能也吃不到了 然後呢 你看 你限制中國大陸 但是中國大陸來看到 像是呢 升騰910B 這就是華為的晶片 也可以對標你的 NVIDIA的A100啊 幫你取代 我們要看一個慣例 就是 要有從 終端產品 跟中間零件 還有製造設備 三款來分別考慮 就終端產品的話 最經典的就是華為手機 對上了蘋果手機 這個競爭很激烈 三星好像現在沒人談 廣告都懶得做了 所以三星現在有多慘 所以未來世界一定是蘋果 跟華為的競爭 而且競爭從中國市場開始 那會延伸到蘋果手機 進不去的什麼 進不去的這個俄羅斯 那東南亞可能會 有一番奮戰 那印度就不用管它 那個就是它做自己做自己用 但是在非洲 非洲 對不起 非洲的第一大品牌 第二大品牌 第三大品牌 都是中國手機 但不是華為 對 傳音啊 非洲之王超強的 第一名是傳音 那更有趣的是 非洲人 誰說是中國手機 這是我們非洲人的手機 它認同度已經變成這種程度 就是傳音覺得 它覺得是這個 非洲的手機 對 如果是非洲手機 因為它專做非洲 不是它那個 黑人照相 那個要特別的改 真的嗎 老黑 有的你沒有特別設計 那個顯影不好 它傳音就可以老黑照出來 清清楚楚 就不一樣就對了 清清楚楚 很漂亮 那第二名是VOVO 第三名是小米 說你看看 攻佔非洲 所以蘋果在那邊 市場上早已經 已經除了北非幾個阿拉伯國家 在這個 拉薩諾以來 根本就是中國手機的市場 所以中國手機 只有 只剩下要跟高端手機 那個蘋果競爭而已 所以這不用提 至於中端的零補件 最重要的是晶片 晶片 美國以為說 它現在是老大 高通的不賣 灰達的不賣 AMD AMD不賣 他們可能忘了一件 經濟學上的名言 任何高貴的產品 都只是一種產品 你不賣就沒收入 他忘了這個鐵綠 那你一下子讓灰達 50億的訂單 50億美金訂單就灰掉了 那你以為阿里巴巴買不到嗎 奇怪 好好好 你那個高檔的 我買不掉 我買一點點的 Second solution 可以啊 為什麼 中國就可以供應啊 這個中國以前在做這種東西就是 因為有稍微比較高級一點的回答 那我買不到 我要擴展市場 我真的沒有訂單 現在不用了 我自己就訂單都來了 我都對標你的 你都降貴 我也可以做到啦 對啊對啊 所以會給中國一個在 中間的零件產品 一個大大發展的機會 不只是晶片喔 連帶了一大堆喔 為什麼 每一種晶片會配合不同的腳架 我們叫LEED 那個所謂導線架 那所以還有那 還那個什麼那個motherboard 整體的 通通是中國貨啊 這整個產業鏈都可以吃下來 本來中國很辛苦 要跟你美國競爭 一下子不用競爭啦 因為你又不賣我 對 再來呢 就是製造更上有的製造設備 光刻機 很多人剛開始打的時候 我就講說光刻機三五年內 中國會感到 中國不是沒有光刻機 是品質 價錢CP值 真的還沒有艾斯莫爾那麼好 那他那麼多年了 對嘛 艾斯莫爾做了多年 中國才做幾年嘛 當然一下子趕不上嘛 現在說艾斯莫爾還欠 350台中國的訂單 好啊 你慢慢交貨啊 可是當中國的企業 預料到時候 以後買不到了 他就會跟國產的光刻機廠商買 對 這個時候就會使得 國產的光刻機廠商有研發費用 然後產生良性循環 那就取代你啦 那你拜登記什麼 我不懂啊 如果今天有一種東西 是在科學理論上還是一個機密 沒有人知道的 那中國哪裡沒辦法 金佩已經沒機密了 已經大家都知道怎麼做 只是那種做的精細程度 到什麼程度而已嘛 那所以拜登到底是在幫中國 還幫美國很難講啊 看起來是打擊中國一段時間 可是中國很多網民就很調皮 說他在拜振華 他振興中華 為什麼 本來中國做的東西 沒人買啊 現在自己也不買啊 真的中國光刻機做出來 中國自己不白買啊 不肯買啊 那現在好了 你不得不買啊 以前只買什麼 128奈米啦 現在乖乖的往前 只好通通買啦 所以這一點是一個 某種意義來講 峰迴路轉天勢良機啊 後面還有川建國結果 川建國還不上任 下一屆上任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好,700個保養 好,6-10套 擔任哪館 好,4- 高度